電視台訪問時說 中國人民現時享有的人權是前所未有的 又說美國國內存在的反華氣氛 可能會令到中美兩國關係大倒退 有礦會上報導 中國總理朱鎔基接受美國一間電視台專訪時說 中美兩國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 幾乎達成協議 只是由於美國的政治氣氛 令到美國總統克林頓覺得 現在不是適當的時機 但他希望至少可以達成某種形式的協議 朱鎔基說 美國國內存在的反華情緒 不單止令到中美兩國關係受到很大障礙 甚至有倒退的危機 當然現在在美國確實存在一個反對中國的潮流 以至於是江澤民主席和克林頓總統 所決定要締造的這樣一種友好的關係 確實是形成了一個很大的阻力 使這個友好合作關係發展不但受到阻礙 而且有倒退的危險 朱鎔基在訪問中也都講到人權問題 他承認中國在處理人權問題上是有不當 但就強調中國的人權已經有很大改善 有聲電視記者在曠位上報道 上水彩原村揭發紙合藏人被軍警所殺 朱鎔基還說軍警沒有足夠的防暴裝備 和應付社會動亂的經驗迫於無奈才開槍鎮壓 當時的警察既沒有橡皮子彈 也沒有催淚彈 什麼也沒有 所以最後唯一的武器就是手上的槍 不過有人權監察組織前成員就即時提出反駁 說親眼見到軍警 配備了盾牌、頭盔等裝備 朱鎔基就說持續了兩個月的學生示威 到最後已經變震 到鎮壓時參與示威的人 已經不是抗議貪污和通脹的普通市民 而是要推翻政府的暴民 朱鎔基就說中國十年來的經濟增長和進步 證明當年的行動是正確的 否則中國今日可能會動盪不安 有線電視記者關羨余報道